歼20战斗机首创鸭翼构型,竟引来美国模仿。 鸭式布局是一种特殊的气动布局,这一布局的特点是在常规布局的基础上增加鸭翼形成新的技术设计成果。 在超音速领域,鸭式布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早在很久以前,工程师就发现通过钳以水平为矣,可以有效缩小异面,并起到更加便捷的操作效果。 对超音速战机而言,鸭翼的这种特质当然有很大价值,因为超音速战斗机的速度非常快,快捷的鸭翼操作可以让战斗机的性能得到有效提升。 鸭式布局战机采用的压力是有所不同的,有些飞机的压力呈固定状态,其效果是当飞机处于大影角状态时强化机密的前缘涡流,提升飞机大影角状态的性能。 而很多先进战斗机的压力都是可以调动的,比如著名的欧洲台风战斗机,法国达索阵风战斗机,瑞典萨博英尸战斗机等。 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多用途战斗机肩负实也使用了可调式压抑,这样飞机在运动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压抑的位置和角度,以便实现更敏捷的飞行效果。 美国在发展隐形战斗机的时候,由于需要顾及全面隐身,所以没有在F-22和F-35等隐形战斗机上加装压抑。 但是现在博银公司等供应商推出的六代机方案中,又出现了压抑构型,这说明美国可能也已经掌握了坚固隐身和机动性的新技术,所以准备开始尝试使用压式布局来提升机动性。 尽管隐形战斗机强调超市具优势,然而如果大家用的都是隐形战斗机,超市具优势的概念就很模糊了。 中国是第一个在隐形战斗机上应用压抑技术的国家,国产坚负20隐身战斗机就采用了压式布局。 美国推测认为,中国可能掌握了雷达锡波技术,所以能够实现压式布局和隐身性能的优势整合。 另外,中国新一代肩负10C战斗机似乎也已使用了雷达锡波材料,这样肩负10C同样可以充分发挥压式布局的优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